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創新 創新其實是由一些指標或者叫level 可以去做分等級 在美國國防部和美國的太空總署 或者歐洲太空總署 都是用了技術原備等級 叫做Technology Ready Less Level TRL去分辨究竟在哪個階段 那九個階段叫做TRL1 就是基本原理已經被人觀察到 第二就是技術概念和應用方式 第三就是關鍵技術分析和實驗 和主要的概念證明 第四就是在實驗室裡面已經有組合和驗證 第五就是在相關環境的組合驗證 第六就是在相關環境的操作系統 第七就是在執行環境裡面做一個操作系統 第八就是系統實際完成並通過試驗 第九就是系統實際完成任務 那其實頭那三四個就是在講一些基礎研究 那第五到第七就是在講一些應用和轉化的研究 第三就是在講產業應用和商品化 那你會看到一個就是很先的概念 跟著就是怎樣去轉做應用 最最後就是可不可以變成商品化 那其實頭那幾級和中間那一級和最最後那兩級 那這就是所需要的人才是不同的 因為懂得想概念的人未必懂得怎樣去做商品化 那所以在尤其是現在在講一些投資 很多投資創新科技的時候 為什麼要政府幫忙呢 就是因為在概念和做實驗裡是燒大量的錢 那大量的錢你叫去私人的企業或者一些初創公司的負擔 就是很難的 那所以為什麼現在是需要那麼多政府的補貼 就是這樣 那還有就是說那個在創新裡面 和應用的是兩批不同的人 創新的我們在講一些天脈行空的東西 沒有想過的東西 是一些燒錢的東西 而在講落地的那些是一些穩定性 大家追求的又不同 所以人才的需求就是不同 今天想講的大概關於創新和應用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